说到台语歌坛的掌亲树,那你绝对会想到宝岛歌王谢雷,高龄81岁的他,出道47年发行过百张专辑,记录至今无人能及,不过演艺事业却飞一帆风顺,起日到菲律宾作秀,被以公益之名型商业知识未有,遭限制出境二年, 演艺事业一度跌至谷底,再次翻红瘦邀到红看体育馆开唱,才演唱三首歌,就因为心肌梗塞松一急救,近来虽先少在荧光幕前曝光,但仍不忘提携后背线声合唱,让人见证他饱到未老的歌唱实力。 谢雷1964年参加景广店举办的交通安全歌曲演唱比赛,虽败给张琪锦夺的亚军,不过获得赏识与景广签约,虽受邀参加,群星会,但仅是担任大咖艺人演唱后的暖场角色,直到某次节目出现三分钟空荡, 为了避免开天窗,谢雷与张琪被临时要求上台合唱,没想到一曲,月下对口,备受好评,让两人出场走红滋味,这也让谢雷备箱中发行首张专辑,销量卖破五十万张,奠定在歌坛的地位,之后与张琪合唱,傻瓜与野丫头,不仅将演艺事业攀向高峰,也让两人被封为,荧幕情侣。 谢雷乘胜追击推出新专辑,一首改编台语歌的《苦酒满杯》,在当时戒严时期,被景总认为暗示台湾人民苦酒满杯遭近, 为了这首歌越近越红,专辑半年内就卖破百万张,人气扶摇直上的他,不仅展开全台歌厅巡演,还获得国外秀场演出的机会,连电影片商都相终其高人气, 邀约演出电影《复兴的人》,并演唱主题区,事业攀向巅峰的谢雷,开始将重心放在海外演出, 不过某次到菲律宾演出时,因为的赴香港演出,玩具业总会老板要求加场,竟遭对方向移民局举报, 直接从菲律宾前返回台湾,没想到返回台湾,又被政府以公益知名型商业之时,限制出近二年, 由于无法至海外演出,便开始转往歌厅与秀场发展。 虽然演艺事业陷入低潮,但天无绝人之路,谢雷靠着首张台与专辑再度翻红, 也唱进许多歌手梦想中的音乐殿堂,红看体育馆, 未料才登台演唱三首歌,竟因为心肌梗塞紧急送医, 事隔多年后,他揭开当年并发送医的秘星,原本这场演唱会由尤雅先唱, 没想到开唱前五分钟,居然向制作单位要求和谢雷互换顺序, 名为寿命的他和五群慌了手脚,秀服还没换好就匆忙登台, 过于心急情况下,才唱到第二首歌就握不住麦克风, 接着便心肌梗塞送医,没想到事隔十年, 在彰化演唱时,又因为心脚痛紧急送医, 这次历经十小时的手术后,才让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地他捡回一条命, 出道以来一直形象良好的谢雷,唯一一次闹上新闻版面, 就是被老牌艺人,大白杀,陈金沛公开指称他是老给, 气到一状告上法院,甚至把陈年旧账翻出来, 努批陈金沛二十年前欠他百万元却未归还, 诉讼过程中,双方原本谈好和解, 却陈金沛认为刊登道歉广告太贵而破局, 最后是灵地院不仅判他要赔谢雷五十万, 还要在三大暴娱乐头版登报道歉, 但其实谢雷曾有两段论及婚嫁的感情, 对象分别是江霞和昔日, 荧幕情侣张琦, 不过最后都无疾而终, 也让他的感情世界始终沉迷。 近年八十一岁的谢雷虽但出歌坛, 但体写后被不遗余力, 过去登台作秀时, 就带着少女团体, 五花伴合唱团, 四处演出, 推出,妈妈送我一个吉他, 一曲更是轰动拳台, 某次到高雄佛光山参拜时, 意外发现迷路的小男童, 事后将他收喂干儿子也就是谢小鱼, 知道他对演艺圈有兴趣, 也积极培养出道, 近来更是与歌手子君合唱, 让人见识到他饱到未老的歌唱实力。 圣竹如最近出新书, 百战百胜, 圣竹如一路长红的成功智慧, 不但透露他72岁一红再红的人生智慧, 也不改大炮本性, 爆料艺人和主播的内幕, 其中一段指江霞曾与剧组人员游染。 最新一期, 时报周刊, 报道, 百战百胜, 一书提及十多年前, 当时台视董事江霞指控圣竹如收受红包, 他气得要告江霞, 还告诉记者, 江霞当演员时, 为了要获得角色, 就与剧组人员, 又一腿。 书中写道, 圣竹如的爆料把江霞吓得敬若寒蝉, 从此避着他, 红包事件也不了了之。 周刊向江霞求证此事, 他回应, 不会理他, 如果我真的做过, 早就大家都知道了。 江霞18岁时进入演艺圈, 曾以歌手身份在台视, 群星会登台, 也是华氏的基本演员, 与知名室内设计师杜文正结婚后一度吸引, 付出后多以戏剧, 电影为演艺众心。 他本来支持国民党, 应受夫婿影响, 改为支持民进党, 2000年为陈水扁助选, 阿扁执政后, 他出任台视董事。 2011年10月份, 前华市总经理江霞的住家, 14号凌晨遭窃, 损失珠宝和首饰等, 价值约达新台币上千万元。 江霞住家位于台北市永康街, 他10月13日晚上没有回家, 14日中午回到家时, 发现大门从里面繁锁, 他直觉家中遭窃, 于是打110报警, 并找所将开门后, 果然发现住家遭窃贼翻箱倒柜。 大安警分局侦查对长林志诚指出, 歹徒疑似从隔壁工地架上两根掌木棍爬入, 入侵的得点位五楼窗户。 刑警进行现场勘查后, 发现现场并未留有明显指纹, 刑妾的歹徒应未贯切, 可能戴着手套。 不过, 由于江霞家附近的监视器, 还没完成验收, 因此, 尚无法锁定窃贼特征, 警方只能就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追查。 江霞事发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, 失窃的东西是丈夫在过节时赠送的一些珠宝、 首饰已有二十多年历史, 价值约上千万元。 他虽然心疼损失, 但庆幸自己不在家中, 否则窃盗案可能会变成抢劫案, 自身安全可能不保。 深绿的江霞在任职华是十座疯强悍, 还常说自己的爱玩心, 正是因为受到老公的感动而来, 而他的老公就是知名的室内设计师杜文正, 身价高达上亿, 曾帮半导体教父张忠谋设计房屋。 当了二十年的名设计师, 杜文正不仅有上亿身价, 住家广达百平, 他平时最大的嗜好就是玩搜藏品, 外赚他曾经捐给陈水扁一百万政治现金。 而2008年大选期间, 江霞曾批回台廷马的艺人不爱台, 甚至说出不是人, 而引发极大争议。 江霞在这次住家遭窃前, 还因为突然感到心脏连续痛了二, 三十分钟后被送医急救, 根据X光片结果, 医生初步判定可能为心脏血管堵塞后来还往一手医院, 接受某名医的治疗, 最近他因为进行手术, 住在儿子家里, 没想到一回到家里就发现家中遭窃。 几十年前, 16岁的廖茵茵, 也就是江霞的本名由父亲陪同考完联考, 廖茵茵的父亲曾是九份国小校长, 他在等待发榜, 却不知道这个女儿全部故意考零分, 我读初二时, 就决定出外赚钱, 我不要一家人都为了升学而过得没有尊严。 很早以前我就对父亲说, 只要我一个月能赚到一万元, 你就不要去上班, 回顾少年的廖茵茵, 如今的江霞仍然不改当年的好墙。 江霞回忆说, 他的父亲是个正直及坚持的人, 给他的影响很深, 而他个性很倔强, 是罚战罚出来的。 设计师杜文正曾经形容妻子江霞, 他是个生命力很强, 丢到哪里都可以生存的人。 从小应景的江霞, 凭借在社会翻滚的坚固意志力, 在绿色执政后, 他成了一个根正苗绿的人。 走入华市总经理室楼层, 印象最深的是, 墙面上挂满整排包括陈水扁致赠的排便, 以及陈水扁之友会所赠各种感谢, 加油的扁额, 这面墙充分传达了江霞的政治色彩。 江霞的节奏非常快, 走路像一阵风, 五官柔美的江霞说话直来直往, 说到激动处, 会即刻怒火上扬。 媒体前的江霞, 让人感觉具强烈霸气及争斗性格。 不过, 江霞却形容自己是个性鸡婆的人。 和江霞熟识的洗灯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子玄说, 江霞是非常热心的人, 有困难找他帮忙, 他一定有求必应, 全力以赴。